當初還以為自己是特權分子 這個臭小子這麼好口罵我進來 這隻隻被捧到斑斑 大哥, 你是我們這次伴侶一盤清袋 總之煮完再吃 他想踢走我們就不乾祥祖響 不用繼續爬下去 也不用這樣, 希望在明天 明天出去, 先去舊盤 好… 總是醜, 既然是道歉 要給點誠意的, 弄一張 對了, 先把你的電話召開 不是吧?只有總機電話, 直線也沒過 真是嬌恥 你們怎麼出來?不痛過了嗎? 出了, 來吧 放假也這麼忙, 不知道搞什麼 好, 訂電話給我 好, 還有一門分析報告 我有點東西要清晰的 好 我想問問紅色的光明 謝謝 你好, Jessica說 中小姐, 有位John先生找你 你跟他說我沒空 叫他留下女兒的電話 有空才回覆電話給他 還有, 街外人的無理電話 我不想接聽, 麻煩你幫我調調 尤其是姓John那些, 謝謝 我沒什麼要說了, 既然他沒空 我遲些再打過來, 謝謝 不如你先聽他的電話吧 我們遲些談也行 不用了, 繼續 你是否想問紅色的光明 好, 那我先去看看 我先去看看 鍾少說他今天很忙, 不空見人 那John先生, 你有什麼重要事 可以說下來 我幫你告訴他 還是不用了, 謝謝 好 十分鐘是他的咖啡時間 好, 兩杯咖啡, 麻煩你 兩杯咖啡, 謝謝 莊友喀 街外人的無理電話 我不想接聽 麻煩你幫我調調 尤其是姓John那些 原來你想追人 你好 阿姨 為何你會在這裡 因為我知道你住在這裡 十八號廁所 你又知道我住在這裡? 我做哪一行的 那天你走, 我有車來接你 那個是你爸爸 有車牌自然查得到 何況我一直都倒閉 還有電腦幫忙 要找個人而已, 難得到我的 只要你這麼說, 這麼容易找到我 豈不是很危險? 是的 不過有我在你身邊 你就安全了很多 你怎麼知道我上班 沒有十八個保鏢等著我? 你一個人住, 你爸爸住在山頂 你這麼聰明, 你查不查得 我和爸爸的關係好嗎? 這些不需要我擔心 我只知道我們有關係好就行了 你找到什麼事? 我來向你正式道歉 上次的事, 對不起 其實我這個人真的不太粗魯 不太豪勤 如果上次嚇倒你, 不好意思 不過上次不是我嚇倒你嗎? 好像你比較害怕 我現在表示我的誠意 我想請你吃飯多一杯酒 吃飯? 不要了, 以後不要找我就行了 那很難的 不要了, 你又漂亮又聰明又兇人 Jessica, 你看看卡上的號碼吧 什麼意思? 記下它吧, 下次找你再跟你當 我可能找的, 找我再算 你去哪兒呢? 傻瓜 上次你有沒有跟我說過 有個老舍在ATF那裡做過 你有沒有幫我問過她 懂不懂一個女生叫中人家? 不懂? 真是吃家中 那去吧, 沒事了, 再見 你回家就對了, 我做了沙律了 請 我們來吃沙律吧 雖然訂紙制度不能夠回… 早安, 早安, 早安 什麼事? 沒有, 我兩兄弟是看你站在那裡 想過來跟他打招呼而已 怎麼了?擔心結果想收到消息嗎? 我見過很多年輕人 像卡神你那樣 有勇、有謀、有膽識的 真的很少, 很難得 不過可惜, 就因為你這樣出了事 Sir, 可以說明一點嗎? 打個比喻吧 這隻警犬, 她的攻擊力很強, 很合適 你擴充不了它 它就會變成一隻很危險的天狗 你會不會把一個計時炸彈在自己身邊 你想想, 早知今天何必當初 你們好自為之 吃東西 午安, Sir 幹什麼? 想知道自己的命運嗎? 你說的挺好的 阿爺, 進來不夠兩個星期 就犯了兩條刑徽 偷喝酒, 擅自走出宿舍 奧sir最真是不守紀律 以前有一個在營裡偷喝酒 被奧sir知道, 馬上走 這個案子花了不得子 還連警察也沒得做 還有一個擅自走出營 結果三年沒得見博 這次怎麼罰你們, 你們心中有數 每人記著一個小果 一個小果? 你們倆這次算了 謝謝, Sir 不用謝我, 與他無關 但是奧sir還沒支持你們 哪有這麼好處 不是他幫你們求情 你以為罰得這麼輕? 還不急著繼續操? 是, Sir 想不到奧sir挺好的人 我以為我貴人是黑頭 怎麼知道奧sir才真的? 還不像這群人嗎? 希望今天能夠幫好葉小姐 真不好意思, 阻礙奧sir要這麼多時間 但我真的希望那篇訪問 可以寫得深入一點 很不需要記憶 不然我也不需要等到今天 你們批准才來做 我知道 如果奧sir… 我之前已經跟你說得很清楚 我們ATF的訓練 和其他紀律部都要訓練 是大同小二, 沒什麼特別的事 那也許這樣 我可否訪問教官或學員 我想沒有這種需要 我想也不會阻礙奧sir你們太多時間 好的, 司機 奧sir 這位葉小姐是大致雜誌的專題記者 這位是Madam Zhang 是政府新聞署的公司 葉小姐想分枉我們ATF的教官和學員 你看看能不能幫她嗎? 是, Sir 最好沒那麼久了 我們的學員還要開操 不想影響他們的上課 我明白了, 麻煩了 不用客氣, 這邊 謝謝 不好意思, 奧sir 葉庭這份人是這麼激烈的 得不到結果他總是咬著不放 不要緊, 我只會阻礙他的時間 其實我很明白奧sir你的立場 是不想反恐這個部門的事太公開 但是處長也很想這個部門的事 可以清晰一點 讓市民可以了解多點 關於這個部門的運作 希望奧sir你能夠理解 我當然理解 要不然我也不會安排他們來做採訪 有限制的事太公開了 就是 是的, 這個會員